大四兄的這區菜頭不開始採收 以往年觀賞金 各項所差的需求量增加 照理菜頭的介紹應該是不錯 不過今年這區的菜頭介紹不如往年 現在介紹是怎樣的 因為今天一支部的介紹也12塊通貨 12塊通貨 對12塊要靠錢就要靠錢 要靠運金 天下農民就只能勾勵就對了 全都沒有勾勾 那現在算不就是大家都在出算量比較大嗎 量不大啦 但是失收啦 喔 失收啊 還低收啦 現在低收啦 賣氣不佳啦 因為最近的氣候沒問題 洋洋菜頭的生長 原本每分地可以收6千公斤 不過今年每分地三兩減少將近三聲 顧得漂亮的人 只要一塊五塊五塊而已 原本30公斤都沒有啦 要聊聊 幾個都要聊聊啦 啊 靠五塊放得更長啦 這現在成本 那你這幾個正常都要幾個200元嗎 啊 他這幾個正常是要200元才對啦 不然年喔 對啊 不然年到時候都天氣很冷 也不大 就一條帶子誰要抵 三兩變酒了嗎 啊 變酒 啊 還行不行 還行不行 沒人要抵 不然菜頭雖然當時成三期 不過各行的成本氣價的正常下 若是農民不賺錢 花香也可能要了解經營 你這次希望的成本 9塊錢 啊 當然沒10塊錢 啊 我那天都吃什麼 為什麼不用錢自己做啊 哈哈哈哈 錢我就自己做啊 啊 不會都拿錢 這幾個啊 成本一塊錢 才七天帶高工要超兩萬啦 啊 你如果工作還要做啊 就不自由啦 啊 你現在這樣收一塊錢 要超兩萬 現在差不多一兩萬塊而已 啊 一兩萬塊錢而已 不可以錢啊 只有四條工錢啊 雖然這幾收成的菜頭 介紹不如翁尼 不過希望市場得輸久了 對著年關接近來政家 菜家也苦望漸漸來回鄉 記者歡迎翻查方報導